榴莲季节的到来 怎能少得了榴莲小吃呢 榴莲新为你呈现的 天翻午餐吃什么 今天要带你去吃 好吃到爆炸的炸榴莲 说到榴莲的香味 不爱的人很抗拒 但是榴莲的爱好者 对于这味道 只能用迷恋两个字来形容 还记得一开始 在古静杰大排长龙的炸榴莲吗 是不是很想念呢 来到这个档口准没错 老板当初接手了 旧老板的手艺 就在这里开始贩卖炸榴莲 好吃的炸榴莲外皮不能太厚 也不能太薄 而且重点是 火候的拿捏很重要 他们的炸榴莲 刚好符合了这些条件 吃起来也不会太油腻 就算隔了一段时间再吃 也还是一样酥脆 榴莲爱好者们 记得过来尝尝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